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年来未曾参与战争 外界一直怀疑我国的真正战斗实力 对此可以说有点起人游天了 要知道我国打造了多个训练靶场 完全可以满足陆海空三军的训练 甚至还打造了全球数一数二的弹道导弹靶场和巡航导弹靶场 而且还仿照横须鹤军事基地进行修建 说到训练靶场 想必最为熟悉的应该是诸日河基地了 该基地使我国以计算机为平台 即导调监控 战场仿真 辅助评估 综合保障 基地管理为一体的一流基地 同时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 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战术训练基地 据悉该基地战地面积 大约在1066平方公里 能够承担师级以下的单位进行战术演练 并且还能进行装甲兵和其他兵种 协同作战的战术演练 此外还增加了巷战 山地战 海岛登陆战等新科目 可以说诸日河训练靶场对于我国军队而言 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便是我国在甘肃打造的航空武器实验靶场 该靶场模拟某地区的空军基地飞行跑道进行的仿真建造 主要用于精确攻击实验 同时也是我国空军部队的轰炸机演练作战基地 在该实验靶场中设立了各种障碍物 能够进行大面积子母弹攻击实验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 便是我国在罗布泊沙漠地区建立的全球最大的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靶场 该靶场占地面积大约在20公里左右 此外还仿照美军横须鹤港军事基地进行建造 甚至还建造了冲绳基地的F-15机库 当然这种级别的测试采用模拟电网的方式 能够模拟石墨弹头对航母模型等大型水上作战舰艇进行打击 此外还能承担我国东风家族的试舍任务 可以说罗布泊靶场才是我国的超级训练靶场 因此虽然今天的中国军队长时间没有上过战场 但是并不代表丧失了战斗能力 而且通过高强度和高仿真训练 一样能打造一只真正的王牌之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